欣赏多么魅力 聊不你的心弦 大家好 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很多人都是说 吃货们的世界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懂的 可是一种真正好吃的食物 真的能够让人欲罢不能吗 维木是一个探险家 这一天探险回来的他 带了一罐蜂蜜给山楠 说是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而且是从一种独有的树上面采集的 这让山楠嗤之以鼻 这难道是神之名 虽然不是 但是也差不多吧 于是山楠就吃了一口 果然很美味 可是维木却警告他 不能够让人看到 不然很危险 隔天 山楠就带着几个朋友 一起过来找维木 却发现维木不在家 于是朋友归田就翻车来到了房内 并且找出了他的蜂蜜来品尝 山楠怕有不妥 就让大家长一点就离开 可是大家在尝过了这种美妙的食物之后 都三抬了起来 还想把剩下的全部都带走 这是一个女生闻到屋里面有一股臭味 大家寻找之后 发现隔壁的房间有很大一块屋子 并且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这一幕让大家感觉到害怕了 于是从此就离开了这里 之后他们就把这些蜂蜜给分了 就在大家吃得正嗨的时候 一个同伴突然爆炸身亡 这一幕吓唤了众人 有人提议报警 可是刚刚提出来就遭受到了拒绝 因为他们的蜂蜜是偷来的 怎么能够让警察知道呢 这时一个开始吃蜂蜜的女孩也爆炸了 此时的闪男才想起了尾目警告的话 这种蜂蜜在吃的时候 一定不要被人发现 于是大家决定不再吃这种蜂蜜 可是他们吃其他食物的时候 都感觉索然无味 甚至已经是皮包骨头了 也不愿意吃蜂蜜以外的食物 但是这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怎么能够贸然尝试呢 这时龟田过来 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吃蜂蜜不被发现的方法 可是当山男询问他之后 他却什么也不肯说 来到小河边后 女孩再也忍受不了蜂蜜的诱惑 打开盖子就吃了一口 但是他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 于是山男也忍受不了饥饿 打开盖子就喝了起来 但是随后他的身体就爆炸开来 成了一团肉泥 这时女孩大笑了起来 我看到有个巨大的东西砸碎了山男 如果自己不被砸到 就不会送命了呗 于是他跑到了河里 开始疯狂的吃了起来 可是下一秒 悲剧也就发生了 突然龟田在山男的钱包里面 发现了一张地图 他按照地图上面的地址 走进了森林 并且在森林之中 看到了一棵长满出手的大树 而且这棵大树之上 就流出了这种蜂蜜 这时龟田 再也忍受不了 开始吃了起来 当然 他的结局也是必然的 整部影片充满了诡异的气氛 但也放大了人类的贪欲和妄想 如果不是他们沉迷于这种味道 结局可能会被改变的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 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